越打越戰的時候 即是打到來 你才可以畫到250公里地道這麼多 其實什麼時候開始刮呢? 其實就是再二十年前 打這個法國人 即是將法國殖民政府 驅逐出越南的時候 那時候打仗的時候 就開始已經刮地道 一直在打這個人戰爭不停地刮 刮完之後 打越戰的時候繼續刮 所以有禁心地道 哦 明白了 即是那時候 你去到越南 顧麥論 即是它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即是很多 不過阿嬸哥打斷你一會兒 你會不會覺得越南有一樣東西 我不知道你以前對越南的印象 會很先進 即是我上次去 即是周街平治啊 寶馬啊 平原方角這些電視機周圍都是 我又不覺得 我不覺得 是很多摩托車 這個是真的嗎 很多摩托車 這個很先進就說不常 它是 大概是好像 如果回大陸的話 它好像相對於我們的 十幾次 溫州啊 差不多 揚州啊 即是那些工業城市 工業重鎮 即是整條街周圍都是做一些興建 世界上的街道 那些什麼… 是有高檔的消費地方 其實普遍來說 是很貧窮的 你看到你都會覺得 但是很多人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 解決不了生活 你上次… 你去胡志明 胡志明 是否下一個河內 它在河內 其實就是南北的 南邊就是胡志明 北邊就是河內 河內 河內更窮一點 胡志明已經是佔整個越南的生產總值 那裏的人賺的錢是一個普通越南人的三倍 等於我們中環人 即是在中環做的和在朝勁做的 不過你被人騙得很慘 其實這些初頭就可以值得一提 但是後來想想你都覺得 他作為一個發展擁有家 是這樣的 其實我只是給大家舉例 他和大陸差不多 其實他和我們都差不多 比較貪錢 但他不是貪大錢 現在大陸賺你的錢的時候 他可能拘捕老母 然後獲你一百幾十萬 越南不是的 只不過是 這裏吃飯多來兩三元 在街邊吃劍餅多來二三十元 上次我和Super哥去也不是 話說那些人都很熱情 搭的士 那些友仔已經說過了 搭600 那些的士分黃白600 好像是黑白 不知道什麼 三隻色的 他一上車就總之600 有一次就上個賊車 那些混蛋一下車就鬱咎我們 想都不用想 就打電話報警 即是打一一二 那那個司機就馬上散碎了 錢也沒有收 是啊 他說他鬱我們錢 他說要美金 那個標 我就說 Meter Price 那他 看完Meter Price之後 他告訴我 就不是這樣的錢 那他就說 我們要等你 有之前之外 剛才你說的 parking fee 之外之外 很廢話跟他說 那些事 他一開始都不在意 我拿個電話出來 按給他看 一一二 就丟了 一聲聲音 丟了 就是想都不用想 那些事都跟他說 因為我給司機 我給警察 比你更好 我寧願舉起警察 比你更好 就是說真的 那個 其實就 還是在 很辣 怎麼說呢 在資本主義發展 很辣 低水平的時候 就是大家 開始感覺到 錢真的很吸引 很多東西 也都有很多 生活上的必需品 是需要用錢去購買的 於是大家就增加自己的資源 然後增加的手法上面 有些人就走正路 可能是做工廠 有些人就走歪路 喜歡在街上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 你有沒有去 越南那裡 不是到處有些燒鵝吃的 你有沒有買過 沒有吃過 我買了一隻 咬了一口 嘩 很難吃 他到處燒的 我沒有吃 那天還有那些 法國麵包 你有沒有吃過 有有有 嘩 頂不頂 其實越南人 我想他們 他們 經常都會覺得 自己受法國的文化影響 其實很有趣 你被中國人統治了一千年 然後被法國人統治了幾年 然後就十八個月 那些越南人我覺得很棒 腰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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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波 沒有波 沒有波 那我覺得他們 其實最主要 其實所謂受法國的影響 都主要在飲食上面 但是真正的越南人 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可能去 去吃到法國菜 其實 那其次呢 那間餐廳叫五十六還是四個月 不知道是那個號碼 話說是很出名的法國菜 那我問薯爬哥去 那次 我問薯爬哥去不吃 薯爬哥就跪不去 那自己去酒店 伊群那便不知 他整天躲來酒店 話說作毫生病 我昨天躲來酒店 我說自己去吃 我說給他 跪 那次我我去吃的午餐 大約是 一個人 我吃了美金八幾港元 八豆幾歲 香港的好吃過它很多 法國菜不是因為法國口味 我覺得法國口味都不像法國菜 第一 第二 它煮得很正宗 都是一半 食材不可以 我吃了有一間OK的 就是一樣的 食材和食材 五百八十多元 一個人 對 一個人 最初就是 我前菜吃什麼 前菜是吃一個 好像 像塔沙柳一樣的食材 它又不像龍尾 薄一點的 越南的魚真的不適合吃 那時候不知道 然後第二度就上鵝肝 都好吃的 就是 都自問我去過四季酒店吃過鵝肝 大概知道好的標準是去到哪裏 是好吃的 總之就是吃下去 沒有筋沒有渣 我想都是好東西來的 然後 再是 甜品 茶 然後 吃完 都是五六百元 六百元左右 是 接受的 但是越南部沒有玩的 貨品 貨品就不是一個好地方 因為越南部是什麼景點 是大樓 你要用一個 第二個角度去看 譬如說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有一個不停戰爭的歷史會 就是你看到那些人 很多人都 現在有錢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 當年跟這個美國佬做翻譯 是 就是透過出賣者民族 所以它現在維持到一個很好的生活 或者在社會上走上一個中上層 是 因為它本身也是 你跟美國打工 你本身英文也好些 普遍來說 你的教育水準也會好些 是 這樣呢 普遍的普羅大眾 都很糟糕的 因為呢 只要中了Agent Gas 你下一代 和你下一代 其實都會古靈精怪 是 其實就是那種古靈精怪 是 吸收了你整個Family的資源 是啊 你一家人去處理他一個人的問題 是啊 或者可能一家人有幾個 這樣就很糟糕 就是根本是讓不起的 說真的 這個 他們的情況是 嚴重到呢 可能 我剛才說的那個Case 我好像是第一集說的 就是那個人的臉 大概好像你這個30吋電視 截開一半那麼大 那頭一上半上正常 下額呢 就真的 下額 下巴多大呢 好像一半一周往那麼大 屌你 是啊 我玩特別的東西 就是 你 說真的 你看到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你真的覺得很糟糕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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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